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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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集团在国际委通报表扬的28加2019至2021年任期科技创新突出贡献企业中汇聚前年 在科技战略的大力实施保障下 中建集团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 2022年实现新链核总额3.9万亿同比增长10.6% 实现营业收入2.05万亿同比增长8.6% 保持行业优秀水平 全球最大投资建设计团地位更加巩固 中建集团各自企业也在接合各自优势加速创新 以创新驱动零零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海集团及企下中国建筑国际集团近几年 坚持低碳绿色发展方向 大力实施新型建筑工业化 推进低碳技术和素质化技术研发 在工业化建造方面 超低的人号建筑 灵探建筑 产业互联化 智慧对围等方面取得了分硕成果 研发的模块化基层建筑 MIC等国际最新的一代工业化建造技术 成功实施全国首个白米高度 本领主MIC高层建筑 实现了像造汽车一样的造房子 研发的建筑光伏一体化的新技术新产品 成功应用于香港有机资源维收中心的 科技项目是成功首个在施工期内 实现碳中核的绿色工程项目 以数字化富人实现了建筑信息模型 智慧工厂系统 智慧工地系统成功应用 建成了全球首条建筑不强数字化生产线 这一系列封锁成果 领领建筑约绿色化 装配化 资能化 信息化的转型发展浪潮 在港澳和内地众多项目中 发挥了科技支撑作用 走在了中建集团 各自企业科技壮新的前列 科技引领时代创新造句未来 在接下来的产品发布环节 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新技术 新产品的分享 欢迎大家一同交流探讨 推动建筑业科技变革 在新的体验上 我们将聚焦企业领域加大创新一度 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建筑产品服务 全力拓展更加广阔的幸福空间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建智慧 最后预祝本次分会盒满成功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